在前往新庄村的途中 我们问了很多沿途的老百姓 当问他们新庄村怎么走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当我们问那个住别墅的村子 怎么走的时候 他们都会一脸羡慕地指向同一个方向 对于新庄村五祖的村民来说 这个春节他们过得实在是太快乐了 因为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老房子 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里边 2012年1月16日 是重庆市长寿区石燕镇星庄村五祖的 35户村民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呢 他们高高兴兴大大方方地 接受了一位神秘富豪的大理 15栋漂亮的别墅 从他们喜笑颜开的结果 要是那一刻起 他们就成为了这些别墅真正的主人 没有花一分钱 就免费得到了这么大的礼物 连产权也全部化归到他们名下 在这偏僻的山叶之间 这一幕无疑成为了现实的天方夜谭 中庄村五祖的村民们出去打工时 大多从事的是建筑行业 他们说这房子修得太好了 地基牢是墙体厚 连地板砖和乳胶漆都是用的上等的材料 一家人住在这样的别墅里 心里内叫一个舒服 参观完了第一家 宽敞明亮的房间已经让记者不断感慨了 这时另一个村民又主动说 这家都还没怎么装修呢 要看得到他家去看看 在去年我们真相30分播出的节目中 曾经用低调富豪这个词 来形容这位神秘富翁 他叫高强 1972年出生 家中五兄妹 他排行老四 17岁初中毕业后 就去了河北省石家庄打工 从搬运工干起 做装修 搞建筑 最后成立河北瑞胜房地产开发公司 身家上益 为了报答乡亲 他做出了捐别数的决定 据说他多年来一直低调行善 从不接受采访 连重庆的记者飞到河北 也吃了闭门羹 和当前高调行善 频频在媒体上露面的 江苏富翁陈光彪相比 他好像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一直保持着低调 平和 谦逊的形象 由于他的关系 去年真相30分记者来到这里时 他的父母 乡亲 甚至是当地政府 对于高强这一做法 都没有接受采访 那么这一次 真相30分记者 能不能找到这位低调富豪 刚搬了新家 正在兴头上的乡亲们 会不会说出高强的故事呢 5万 人均收入5万 是个什么概念 2011年 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总收入 才23979元人民币 高强又一次 对村民们吹牛了 只是有了天上 调别墅的例子 这一次 不管其他人信不信 星庄村无祖的村民 都信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苟富贵 勿相望 虽然高强的这一善举 带着特定的感恩色彩 带着国人 冠件的那种 衣景还乡 但是富人 以自己最情愿的方式 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反谱社会 那当然是好事 好 感谢观看